好 真的是漲定了 這是5月14 漲幅三成的就是電價 很多人說今年夏天苦啊 不過您知道嗎 其實經濟部今天下午才要召開 所謂的電力跟天然氣價格的新方案的會議 但是這個漲幅怎麼會先披露了呢 其中包括住宅用店剛提到 美店如果你每戶701度以上的用戶 影響最大 每度要調漲 這個漲幅高達33% 外界就質疑了 經濟部你們下午開會議 但是這個漲幅根本都已經訂出來了 大家只是請專家去那邊當橡皮圖章 來負荷他們的決議 兩台風扇開著轉還不夠 氣溫持續飆升 小吃店耗電亮胸 兩台大冰箱還有冷氣加上電扇 每個月電費一算破萬元 5月中店價確定漲 小吃店如果以家用電費計算 更傷荷包 冰箱裡開的次數越頻繁 它靠電越多了 你講給客人 客人也負擔不起 現在正在想辦法 冰箱開關次數越多 電費越高 根據台電電價調整方案 家庭用電501度到700度的家庭 調漲幅度1.16% 其中電費漲最多的 就是701度用電量以上的家庭 5月電費每度大漲1.33元 漲幅3乘3 6月再漲1.13元 等於5 6月份電費連續漲2.46元 民眾無奈 因為隨便開燈開電視就超過500度 以一家四口來計算 除了固定使用的冰箱熱水瓶之外 經常使用的電視 電燈和電腦 一星期用個兩三次的洗衣機 光是這樣 電費就在501到700度之內 電費至少漲了500元以上 電費調漲幾乎人人有獎 但不想漲太多 多數民眾想控制電費在700度以內 只能說是不可能的任務 週一新聞 詹評王 說的台北採訪報導